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 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两岸双方领导人 与本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会面 鉴请依据立法院主线行事法第15条制二规定 邀请总统至本院进行国情报告 事后有当请公决案 请一顺人院宣读提案内容 本院国民党党团有建于两岸分治66年来 首次两岸双方领导人在11月7日与新加坡会面 这不只是两岸之间的大事 也是全世界瞩目的大事 影响结会重大 自依据立法院职权新事法第15条制二规定 立法院得经全体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以上提议 院会结议后由程序委员会排定议程 就国家安全大政方针听取总统国情报告 总统就其职权相关之国家大政方针 得资请立法院同意后至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特邀请总统与马席会后至立法院进行相关报告 是否有当尽请公决 宣读完毕 议照立法院职权新事法第八条第三项是规定 本案经提案人说明提案主序 大体讨论后 即议决交互审查或进屋二读 或不予审议 法院会现在提案党团不说明 本案现在进行大体讨论 未有委员登记 所以不发言 现在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进屋二读 请问会有无意 无意就本案进屋二读 现在有国民党党团 民进党党团 及台湾团结联盟党团 分别提议 本案交付党团学商 做以下之决议 本案交付党团学商 并由国民党党团 负责召集学商 法院会上午讨论事项处理到处为止 下午二十三十分继续开会 进行讨论事项 现在休息